那么在这个世界 修建徒 果然能够把 一切妄想分别指责统统放下 一心专念 到极乐时期 不比阿弥陀佛加持 你就是阿弥陀之父 为什么 为什么 一心相应 跟自信相应 跟弥陀的本愿相应 心清净相应 平等相应 平等是圆满的相应 究竟的相应 这两个都不容易 清净心 什么又这样 具体跟你说 就是见思烦恼断了 见思是这样 平等心 平等心不容易 清净 平等心是什么 没有妄想制住 这个分别 就平等 就平等了 没有任务 就清净了 你看看 清净平等就 破 破 破 见思烦恼 破 陈沙烦恼 破 无名烦恼 就 大吃大物 明信 这 今天 金总修什么 修修这个 这跟花言一样 跟法华一样 跟禅跟密度一样 原来这一句阿弥陀佛 统统修了 全然在其中 一样没离 真男性 这个男性是佛说的 不是别人说的 我们也不得阿弥陀佛加持 让我们多活了这几年 我们才有时间 不断的深入 才真相应 对佛真感恩 如果依照世俗来讲 说明是一定的 前世修的 我前世修的不好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死了 这个疑问都在 纵然念佛 侥幸往生了 凡神通俱处 肯定下三瓶 那这个四十多年的寿命延长 我们不敢说 把自己提升到 十八度 至少在方便度 真叫大幅度的提升 方便度 执着放下了 不执着了 什么都好 还没一样不好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们干什么都好 我是一举弥陀念到底 你不妨碍我 我也不妨碍你 能念到不起心 不动念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那个境界 就是神 时报 转眼头 那个境界 跟禅宗 大车大物 鸣心见信 相当